然后长期趋势中间我也会谈到对这些热点的分析 那个未来十年呢 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我认为如下十个可能性呢 是比较可能的 就是比较可能变为现实的 另外呢就是跟我们的关联比较大 第一个可能性还就是中国崛起 将在未来十年呢变成现实 这个应该这么说 就是历史发展到今天 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国有能力阻止我们崛起了 这就跟78年前1937年不一样 37年呢一个中等强国日本 都有可能打断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工业化 而我们中国 37年的时候中国啊 绝大部分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当时我们中国应该是五亿人啊 然后真正的城市人口 就是2% 就1000万人是城市人口 其中很多是在我们上海 上海的时候100多万人 那个 但今天大家知道就是说 那个差距就没有了 日本那个时候是绝对的工业化 它能够造航空母舰 能够造临时战斗机 咱们中国呢连迫击炮都造不出来 对不对 1937年呢 37年春天 蒋介 蒋委员长已经知道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了 于是他命令南京中央兵工厂去造迫击炮 结果第一发炮弹把自己工程师给炸死了 为什么 整个中国一年的钢产量才4万吨 然后质量很差 整个中国造不出造迫击炮的钢管来 当时的中国完全能够自我生产的 就是打一发 就打一枪扣一发子弹的汉洋照 后来稍微改进了一下 叫中正照 这就是当时中国 你单发步枪跟航母怎么搭档 对不对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就是由于我们中国没有工业化 因此一个中等强国都有可能阻止你的现代化进程 今天呢 大家可以放心 今天不要说中等强国日本 今天就是超级大国美国 也没有能力阻止我们崛起了 还是主要因为是工业化 建国以来啊 我们工业化是每30年实现的工业化 是欧洲100年的 那么到了今天 我们中国至少达到了这个水平 就是他们造的任何东西 我们都能山寨 是不是 而且我们做到了山寨史的奇迹 假冒不为烈 是不是 那个 所以 只要大家都工业化 就你有坦克 我也有坦克 那个我质量差一点 但是老子两个打你一个 我会赢 是不是 量就管用 不像那个老蒋那个时代 日本人来坦克 我们中国人是让这些小伙子 背着那个 前面是那个棉被啊 打湿的棉被挡机关枪 后面背十个那个木兵手榴弹 往坦克下面冲 用人肉去挡坦克 那个时代结束了 知道吧 这是一个情况啊 就是逻辑上讲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 达到一定水准了 因此 任何外国都没有能力阻止我们崛起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个 国内呢 犯一点小错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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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